我一直都觉得 其实小红帽这个角色 她应该要成为一个 超厉害的女杀手之类的 我觉得每个女生 是有很多面向的 风一般的女子 是不是很多创作人有这个呢 因为我很喜欢说话 我不想别人知道我在想什么 在香港我会这样说 我会骂这个人叫垃圾戏 如果我可以接受自己的垃圾的时候 我就会想 我这个垃圾来自什么 是不是来自 我根本不想为自己的人生负责 你就是没用 我哭了 欢迎来到阿批聊音 我是阿批 今天的这位歌手呢 在香港被称为新主流天后 英迪一姐 文青教母 00后意见领袖 新童之女神 哇 满满的hashtag 她就是serini 树莉莉 大家好 我是serini 大家看的是阿批聊音乐 那今天呢 会跟我们聊到 她最近期的三张专辑 包含了前两张乐语专辑 写童谣 Grandeling 以及最近发行的 国语专辑真美 从女杀手到夜店开 又变成林家女孩 音乐跨度超宽 正是阿批见过 最最最最有创意的歌手 你人太好了 很多人不会欣赏我 就觉得我是个风 怎么会 对因为我觉得你的 那种创意好多 你知道吗 因为现在的观众的平台 好多人 你就有办法抓到 大家的那个眼睛 所以有时候 有些朋友会说 我都不是在做音乐 他们觉得我是在 就是在享受 就是在娱乐自己 因为我很喜欢 玩我的粉丝 不是玩的 这是跟他们一起玩 我最想要做到的演唱会 可以是 演唱会以前 可以去吃饭 然后去一个宴会 然后后来才 就是唱歌 之后一定要 after party 这是我的 理想的一个流程 那台湾这次会有什么特别的演出吗 这一次的音乐会 这次音乐会 我可以 透露吗 先聊一下这个 专辑为什么会带我来台湾 因为跟那个演出也蛮大关系的 我出Gwendolyn这样专辑以前 我在台湾最后一个演出 就是2020年左右吧 当时是很小的 在女巫店 女巫店 那很小 50个人吗 对对对 然后是很夸张 就是超开心的 很难掌票的 对 我不知道 当时没有什么人认识我吧 那当时我离开之后 就在香港 慢慢的开始我的事业 我会 我会形容 当时Gwendolyn这样专辑是 就是慢慢离开了台湾之后 在香港就是疫情 然后在家里 然后就很想跳舞 就写了一张这样的专辑 可是真美这个东西呢 我就觉得是 女生到了某一个 可以定下来的年纪 是不是这样说 就是30岁以后 我觉得我的心境 比较不一样 就想要是慢慢安静下来 就是没有那么疯狂 可是我很喜欢Gwendolyn 也会在音乐会唱 我觉得这次在台湾是有三个主要的部分 就是写凭雅的部分 写凭雅我觉得是一个女人 就是到20岁20多 差不多3岁 就觉得突然要自己改变 就是突然拥抱了一个另外的服装的感觉 就是好像cosplay的感觉 就是用另外一个风格 来表达自己的感情的感受吧 我当时就选择了暗黑的风格 可是那个暗黑不太是我 也是一个好像在万圣节 你就装扮另外一些东西 就用这个东西来帮助你抒发你的情绪 那写童谣其实是来自当时我这个人生的这个阶段 就是我想要很多的不安愤怒想要表达 可是我觉得我需要有一些包装或是一些比喻嘛 我觉得暗黑童话很多人想要这样做 或是已经做过了很多次了 可是我觉得我写的部分是 我大学的时候念了英国文学 然后其中一个课目是关于童话故事的 童话故事其实是可以来自很黑暗的本源 本源是不是这样说 那个出发点是蛮黑暗的 我以前是学德文的 所以有上过很多德国童话 像那些他们最后那个结局都很惨的 对对对对 是很扭曲的 或是其实那些公主有一些故事 其实是他们被侵犯啦 所以才有这个比喻来说 他们会被拯救啊什么的 我就用了这几种的情绪去夸张的描写 比如说在小红这首歌就是 我一直都觉得 其实小红帽这个角色 他应该成为一个超厉害的女杀手之类的 所以里面有很多那种尖嚣对不对 对 尖嚣 在现场其实很有趣哦 我在香港就是跟KK Live 他们搞了很多演唱会 然后每一场都是非常疯狂在叫啊 真的 可是我第一次来台湾我不太敢了 就是呃 为什么 我很喜欢呢 认识一下 还要先认识一下 所以你们之前前面的专辑到这次的专辑啊 其实是跟你的年龄有关系轻轻的转换嘛 对 或者是说我觉得是不是2022年有这一年对你来说比较特别发生什么事情才会让你想要做真美这个转集 因为我是担心说大家去听着真美然后去演唱会就想说你是不是那个很feminine的然后就是很气质 但是其实以前关德琳都很好听很酷哦 我觉得每一个女生是有很多面向的 或是根据你的人生经历的改变 我是比较很多面向的一个人 超多面向 呃就是一个可能是来自自己呃就是很喜欢玩啊然后不太喜欢跟人有很深的接触的一个 嗯 避免 有也是心理学里面不是说有一种叫避免就是表面上可以跟很多人做朋友 懂懂懂懂 就是要深交的时候就会觉得有一点信任的trust issue在里面 所以有时候会不会有人说是最快乐的人可能是最depressed的人 我觉得我也有一点那种感觉呢 可是这种depression是我是很认真的人啊 可是我外表就是很不认真啊 很多人觉得我讲话就是就是很搞笑啊 或是有很有那个综艺感啊 可是我也是一个博士啊 就是那种的反差就是因为我就是看了那一譬如说那个网络安全隐患啊 然后越越惹越惹 我觉得他你虽然感觉好像在玩一样但是里面有很多社会议题嘛 对不对 哦对哦你看得出来 或是越惹越惹这首歌表面上会讲是就是 呃我是这样啊我是这样啊我是这样就好啦 我是自己clubbing啊 party啊你要这样放飞自我的底层的意思就是说 呃其实可能是在真美有一些歌词歌词的片段里面也出现了 就是说我们也忘记了我们身后有很多要定罪的石头 这一句在呃Hey There 这首歌里面可能是关于感情的也是可以是关于那个大大环境或是人生吧 就是我们在狂欢在恋爱的时候会忘记了我们生活很多啊现实上要面对的问题 这就可以是一种啊唏嘘的感觉可是也也可以是一种很正向的就是说对啊那我什么都不可以做的话我就只有爱啊 可能这也是人生的真理所以就真美有一点像是自己三十多岁变成一个风风什么 呃要一个不是一个风一般的女子 哦风一般的女子就很把托这个潇洒吗对如果在如果在用广东的话我会不小心用了风骚这个字 可是这个是不太好风一般的女子比较好 Good morning 无情的太阳 哦那我想要问一下就是说这一张专辑嘛然后也是第一次用中文唱对不对 那这一张专辑真美的这个在说什么东西很美 其实中文创作是呃我我还是我是很早就开始用国语还有英语创作啊 然后你知道广东话创作是比较我觉得我对我来说是比较难 那所以你觉得中文写的那个词比较简单吗 一开始是觉得的因为可以押韵还有呃不需要考虑那个音就可以 你写的你想想要写的东西就直接写出来就好还很很可以先词后取 可是我后来发觉也会让我写的歌很小清新或是就没有没有那么深厚的意思啊 所以我这次写真美的时候我也遇到一些难题 就是觉得哎原来啊我现在写的真美这个专辑会让我听起来像一个温柔的女人 是因为我不太熟悉怎么用国语来骂人而已 如果我熟悉的话整个专辑就不一样了 你要对谁的寂寞慷慨啊 现在第一张专辑还是蛮温柔的 嗯我也去看一下内心的那个人是在干嘛 然后我现在在看我整个专辑的writing 歌词还有歌旋律也是我写的嘛 呃我觉得我在实验一下那种比较简单基本的一些情绪 我作为Serrini我会用什么的语言来表达呢 是不是很多创作人有这个呢 因为我我很喜欢说谎 我不想别人知道我在想什么 可是用国语来说谎是比较难的 啊你说你喜欢当想要当一个人就不知道你在想什么那种物质的港女对不对 可是我觉得你好像会很多种语言的对不对 那你要学台语我可以教你吗 诶我很想学台语 我觉得如果我要骂人的话我觉得我一定要谈语 我最想我们可以讲这个吗 台语你学了什么 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 所以这次这张这个专辑啊真美 其实讲的东西的那个主要概念 我自己觉得是不是在讨论爱这个事情 对因为每一首歌都有一个love 哦对哦对每一首歌都有爱这个字嘛 真美呢其实来自我去年出了一首歌叫树木真美的一首广东歌 那首歌可以是说人生的一个到达一个阶段 然后就疯狂的叫一下就是像宇宙 像那个universe就是说我现在知道我自己要什么了的感觉 因为可能过去经历了很多东西也没有好好的沉淀 可是去年就是用了很很长的时间去沉淀自己的心 去想象自己究竟要的是什么 无论在感情上或是个人关系上 然后我觉得树木真美这个project的发展就是我会有一个广东的专辑吧 可是树木真美的真美的部分 可以是说在广东话来说我是一个笑话吧 真美因为我的粉丝我的听众他们就叫我妈咪 然后妈咪在日文是妈咪是真美 就是有那个汉字学 也有真美就是true love truth and beauty的感觉 就很像是我以前念英国文学的时候 看过Kitz的诗歌 就是有写关于truth就是beauty 真就是美 美就是真的 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就好了 说一下关于就是爱的主题的话 要怎么不那么矫情 可是也是很诚恳的说呢 从第一首开始 其实第一首其实很最早写的是第一首 8点13分AM 这个歌是你有事过在早上的时候 就是起床的时候觉得 或是整个晚上没有睡觉 然后你就觉得我在干嘛呢 为什么 我跟那个人或是我跟谁是干嘛呢 或是我跟我自己是干嘛呢 就突然觉得 其实我是不是应该离开一下 是找到自己 找到爱自己的方法 才会慢慢的去第二首untangle 可是有一个问号哦 你以为你可以untangle的时候 就讲了很大段的东西 跟自己说untangle 可是后来就是突然 hey there 就是yeah jump back in 去那个跟你说不要再见面 或是什么的人 或是其他人吧 那个杂男吗 那个人哦 男女也没关系哦 男女也没关系哦 就是头几 整个专辑 我可以形容是自己跟自己在讲话的一个专辑 特级 对怎么办 好困难呢 我也有遇过这种很难离开的 对就是attention 很像一个atm atm是什么 就一直给那个人钱嘛 给钱哦 对啊 但是就走不掉 你知道吗 给钱还好 给你的爱 或是你的人生价值就 也有 钱没了可以找回了 在香港呢 我会这样说 我会骂这个人叫lapsapsi 就是垃圾 这个真美 可能是很honest的 可是也是一个垃圾屎的表现 你知道垃圾 垃圾屎 什么重要吗 因为你不只是一个垃圾 你还是屎哦 你就是没用 我哭了 好可怜 尤其你前面三首歌 就是前面两首歌很可怜嘛 对不对 第四首的对 才好像觉得自己要死了之后 然后后面才真的爱自己嘛 对不对 对对对 你听得出来这个flow 就是头四首 其实是来沉下去的感觉 就是那种垃圾屎的概念 就是说 我对啊 我就是一个垃圾 可是后来最后两首歌出现的时候 其实在承认这种垃圾屎 是一个逼近的阶段 不要经过的阶段 就是你的人生一定会遇到这种事情 就不要怪着自己 如果我可以接受自己的垃圾的时候 我就会想 我这个垃圾来自什么 是不是来自我根本不想为自己的人生负责 所以我才会希望有别的人会照顾你 可是这可能不是爱 这可能是一种 你对童年的时候 有一个就是 a sense of familiarity 就觉得这是对的 可是这可以不是对的 就整个专辑下来就是说 我要走了 可是我是软弱的 到dead的时候 其实那首歌可以说是比较少 是关于那个垃圾的过程 是关于陪伴 或是自己承认自己的脆弱 我最喜欢的两句 可能是整个专辑里面 两句就是在dead里面的 就是爱我的不勉强 不爱的不要痴狂 就是有一些是对于宇宙 或者世界的一个呼叫 那个呼叫是说 我终于知道 我想别人怎么爱我 我想我怎么爱这个世界 就是说我希望爱我的人 不要勉强我做任何事情 我希望不爱我的人 不要变了一个疯子 去做一些伤害我的事情 这是有一种 对于过往自己 为什么爱错 或是爱得不好 的一些的一个 的一个重点 很难 我自己还是觉得很难 但是希望大家都可以 变成一个风一样的女子 我是Serini 来添我瓜 谢谢 拜拜 Serini 树莉莉 真美 True Love 音乐会 2月4号在台北三创 Clap Studio 相信一件 KKLive的官方帐号 她今天很开心 可以跟Serini聊天 虽然前面都是乐语专辑 但是都是非常酷的作品 希望大家可以去听听看哦 那最后别忘记订阅 阿皮乐运和Serini的所有官方 找好并开小铃铛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